终于开门了 台北101上午11点钟是这种画面 长什么样子不知道 因为门口全是人 大厅两座手扶梯站满人 让维持秩序的保全很担心 睁大的眼睛带着相机 两万三千平的卖场 民众赞叹声不断 难得一见的豪华与宽敞 从上午11点人潮就是没断过 几家指标性的精品店 没打折照样是挤满人 特别是许多女性朋友 现在是冲昏了头 反正是正卡在护 护卡尽量刷没关系 她也好幸福哦 了解了解 二楼以上是密密麻麻 那么楼下呢更夸张 OK 如果你想传口气来到超级市场 走一走的话告诉你 现在这里照样是人挤人 一口接一口赶快赶快 要买要快来 现在又个话 四四三口看看 空运来 一整排的烤鸡烤鸭 那免费试吃大优待 对于消费者来说 这怎么能放过 哇 蛮广大的啊 很好啊 然后四线动线都很好啊 这个五百五耶 蛮便宜的 这些衣食父母创造了经济活力 连到美食街 也得先端着盘子找座位 因为这里一千个位子也不够 台北101开幕的第一天 保证超过百分之101的新鲜话题 华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